面对Zeka的话 就感觉他线上打发也是很稳的 就多跟F5点动来抓死他吧 接下来以BLG战队比赛的话 就是我们多拿自己擅长的引擎吧 然后听教练的决策 接下来呢 是我们的季游赛预言家日报又来了 快与责员一起预测比赛 参与竞猜就可以获得 LPO图标一枚全对或全错的用户 都能瓜分QB大礼包 快来扫码竞猜 这全错的用户也能够瓜分大礼包 也很难 对呀 全错很难 很难吗 很跟着他一起 很难吗 不是特别难 跟着他一起就可以 凯南 这其实我上一局就在说 就是前三手干脆把凯南拿了 后面拿不到 你也没有counter呀 是 对吧 你凯南你也没有什么 这边直接拿刀妹来打了 对不起我要操作你 我既然这个也是凯南的小counter呢算是 你不让我又辅助推你 我就用AD推你 还是有两个推飞的英雄 这把威恩确实还可以 嗯 其实LEC那边的BP和我们完全不一样 他们那边还非常非常喜欢用小炮 他们小炮是沿用了一整个夏季 小炮也能推嘛 对也能推 但是这个英雄切场的那种怪 虽然对面没什么坦克 LEC这边几乎是一个权脆皮人 LEC算是招牌凯南了 哎呀 他就打了一圈了 开住了 叮了一下 确实很难 但是对面给机会的话就不一样了 是 这个位置打起来 两边都过来 先包过来的是腰机 直接散现Q3 调起来 威威交出闪现 惩戒再来一下 哎这个鼻双人拉失误了 拉得暗丧了 这样有点难过 我先行解决的情况下 三个都要死我感觉 再来一下 香格斯应该没了 那这波 一定强 就没了 哎 余伤人拉到 上来还有一段Q技能 再跟上来 W给上 但是他是没有闪现的 再进去倒闪就可以 把这凯南闪在B旋 是有机会单杀的 我们看一下这一波 只只进去 这是不是有点 数字 然后再定一下 他没定 没定 他就是纯纯A死了 A死 闪现 一双刃 下来 还在犹豫要不要闪 是吗 哎呀 哎呀 拉得有点可惜 而且这边冰女 其实前期的这种小规模团队 他一再拿到一个灵魂 是 底下那个减速加炸弹 是很烦 赵信 这个位置 还没在找机会 卡6了这波 这波可能要单杀 闪现交出来 闪现的一把 平A 哇 他这波冰爪 异上来的一瞬间 升6了 撕了一些 看一下 就差一个冰 前面 异过来 两个冰 升6 对 两个冰 升6 再A一下 闪现A 翔克斯倒了两次 比较不好接受 6 一定 受过了 有点难过的 但现在又也躲过了 没大招的 Zekka是暂时留不住人的 A 要可先偷点一下人 但是 冰女 跟EZ都在接近 嗯 还是要拼场 看一下背上 能不能上6 一直没有知道 不认识什么 走了过来 这波 到位直接走过来 是要送一个人头 这边A 可先收到PP 在方向进行一个呼唤 下面凯特过来 先电 电到一个 交了一个闪现 MISS 交闪的这个位置 好像有一点可惜 没事 还有一个通关天灵 转头是选择追迷 CING在优越 定到 但是这边有个合线的加速 是的 这个加速很关键啊 柱子再阻断一下 也即将要压过来 PP告的 来得稍微有点慢 而且上路的 Bubu是没有自身的大招的 要看一下这波的情况 Zekka是有大招的 Zekka有大 看一下 哎 先开到凯南 Bubu这个位置 是没有大招 闪现的 Bubu这个位置 有一点点难走 B刷人拉到 这边收下一个中间人头 一个大招刮下 这是来自于Z的大招 但是正面战场 这边Zekka还是倒了下来 后面这边还在继续作战 又收下 小羊羽说 被他收到了 哎 可以捡魂吗 可以 W1Q再杀一个妖姬 但是没展出来 Bruys太能打了呀 Bruys这段时间Q1 Q1 A 关键他一直保持着 四层的被动 在打这波团战 是的 威力太强了 直接被W找到机会 就你可以看到这波团 Zekka的这个兵女 给到W1整个进场的阵容 压力很大了 但真的就是短一个大招 而后续肉搏能力上 W1是更强的 而且这里始终没有打出 第一波的简员 虽然Zekka这个大 释放得非常好 但仍旧没有打出简员 冰女的简员的那个灵魂 跟破百王这里的被动 全部都没地用上 还是这波W1在上波输团 然后先死先动的权力 PP告的来晚 正面战场是一个 四打三的情况 但这波正好反了过来 PP告在侧边看到人 香克斯要过来 这位置被PP告先走 留了一下 有点难受的 Missing走不了了 这个位置应该是让 W1直接收下人头 通过Tayling拿下 再去找机会 来到下路 想偷一下 被动的一速 直接逼出A命的闪现 和闪现再跟 三环点出来 Elk在线上 退和辅助 把兵吃掉 下路这波 下路这个抓 直到自己的辅助到了背后 先往前滚 滚出奥特约 先肚子给出闪现 以后跟伞 点死 上途两个人 然后来找Brice Brice是没有闪现的 Brice把兵器吃了 先把自己被动给拉满 被动还差一个 打花红超 Q过来 但是这边兵器也来的 他实在没有什么操作空间 通过天灵 W定一下Q 拿到了这个终结人头 赵信来到了下路 这波想换资源的 TP方面的话 凯南的TP已经快好了 但是A命已经提前被开了起来 这个位置拉起地的大招 闪现过来一下 背上拿下人头 扛到最后一丝 一丝倒下 但是双杀已经拿到手啊 一换二 而且又给这边 Elk补了一些助攻 两个人来了 一型换位 这篇香格斯 但是并没有被大招定住 Elk应该是全场最高的竞技 嗯 66 看下个这个 定强 没定上 但是追上来后续的伤害 后赵信一扫 这就扫掉 其实这一步背伤补一下 装备是非常好的 因为 因为Elk已经拿了非常多人头 而且他还吃了很多塔皮 而背伤 因为 有阴影一下 有海南 就可能直接可以越塔的 来 撞 铁上来 是晕住了 香格斯 但是这边要留 留西西卡 西卡 前面下的有点低 又被游住了 有闪现 交闪现走 这一波交了两个关键的闪现出去 而且这一波好像还要继续往前追 闻来了 没绕过 怎么应变了 这要死呀 What the 这波BLG确实又犯出了前两局的问题 这波交掉了两个关键闪现 不说 Bew Bew的这个人头还交了出去 赶紧拿出来 然后第二天 Zeka被逮住了 打了爆血 Zeka直接不想打这一波了 造星桶 腰机踩 残血 想要拉走 然后是后面 跺后的 Bew Bew 被链子给练住了 逼出闪现 不说 还被逮住了 是的 其实 我们一直没注意一个点 Bew Bew的装备 其实并不好 它的指导其实非常少 直接开动了 两边中单 现在都还没有来 Alk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位置 大招 大进化 直接瞄解 那这样的话 给了Bew一个机会 Bew Bew是有机会可以大下Alk的 后面有个皮皮 Bew怪这个妖机 Bew过来 龙已经回血了 Bew已经被逼走了 第一时间 这边动作的是一个笔伤 这边是Bew Bew拿到了一个终结人头 但这边团战看起来 这边是有一个 Bew的塑像的 而且定定了一下BRECE 又一个 暴通关天灵 直接撒到了三个人 向思这个位置 已经可以走了 团战已经不用再打了 而且Alk这个位置 回程被打断以后 Bew甚至不想追 这个AD直接建置大楼 把自己也走得 偷起来了 Bew好像没GET到这一点 完全没有GET到 因为他看到WEN在正面 他不会想到这两个人 而且打得真的很快 BRECE这四层被动配合赵蟹 就正常来说 两个人是不会打这么快 应该是很难感觉到 没有人发现 完全没有人发现 他们甚至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在中路 在供应他开这边 谁卡TP过来 这个大龙W也要打下了 因为Bew想的是 我是龙魂团 你不可能放我的龙魂吧 但是没有想到 B把这大龙拿下来了 这个很聪明性 是的 没有选择中招的 可能在等队友 在等队友 在包有保镖 这边非常有保镖 先操作了 先操作了 直接开启进化 再把烟老引上打 这个位置 所有人都包了过来 三环直接点掉以后 WEN也是交掉了自己的性命 但是这波阵王之后的话 是可以拿一个中塔和上路二塔 所以说这波两边都可以接受 没了呀 能换来塔的经济 最主要是 就把大龙buff做了一个更好的运用 是 威尔斯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出生化妆 诶 等一下 What is the real 好像是大招直接刮死了 因为刚才香克斯在中路扛塔的时候 对 他在中路扛了几下方 分身扛出来了 不知道香克斯什么时候能够出来 看一下这个位置 有一个蓝色方的眼 还打了一下 韩四六进一步压低了自己的血线 实际上还是有一个精准弹幕 可以从F6看到两战呢 镜头一切 BioBio又出问题了 BioBio又美了 被上斧被抓到了 这边两边互划二塔 但是W这边赚了一个人头 而且BioBio这波闪现 换掉了BioBio的闪现了 听生一个复活家 看一下这波团 发生了什么 第一时间过来 闪现第二 没拉到 直接交叉 两个闪现硬杀 维恩跟这个刀妹的复活家 也捕了出来 以及第一波的扣克落空了 捅上来 鱼双热 拉到 鱼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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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了一个大招 大招直接击杀掉了 这个鱼双热 海南这个大招 效果非常不好 被上次截糊了 维恩输出环境 无敌一颗两颗的人头在演 而在此一战场 两踩直接踩掉 回隔的同时 正面战场 Z卡走不掉了 只有Edwin苦苦 再挣扎 艾尔热 直接顶上来 以后硬点 两枪点出自己的复活甲 A名只能选择回程 这一波WD 甚至有机会完成一波 之前我们看一下 有个真准 虽然可以击出来 但是Z卡 他有很久的时间 看一下上一波团战 标标这个大招 没有闪现的前提下 被香格斯直接截糊掉了 先锋之后 开得也很好 香格斯直接过来 踩一脚 你必须的原地开击 谁不然会被秒的 导致他这个大招 其实团战是 没有打出任何效果 艾尔热高枕无忧 疯狂输取 两边都交了非常多的技能 但这波上去 把自己的复活甲卖掉 有点亏 妖奇这波出来 是补了一个 补了一个夜面法朱的 而且艾尔热 我们看到艾尔热身上 现在是有一个水晶世代的 他没有进化 他只有水晶世代 这波团战还是没闪现 妖奇还在侧翼 频繁的找一波输出的机会 但没办法 现在主要是 Zeka一直贴在C位的身边 然后相似没有进场的空间 看一下 布瑞斯的位置 在龙腾上方 没有人发现他 现在没有人知道 他的位置 在布瑞斯这个位置 可能点果子下去 以后直接大招 来 这边来小定 小定一下 这边定的 西基尔热四 把相似这个秒掉了 比较大招伤口 还是很一般 这边兵力也没了 艾尔热身上 被打出了一个盾弓 小叔叔 滚一下 平A这边受到 追标的人头 后面只是 艾尔热一个人了 还有DP盖的 冰盖的影子 能先逃 大人刮一下 这边刮出了一个复活甲 但是远古龙 W拿了下来 而且这波是 双远古资源的汇聚 W下路的兵线 非常良好 留米森一个人 在正面留住 这波可能要卖掉自己 艾尔热 平A一下 点掉人头 在下半区 现在3C就顶上来了 是的 顶上来 而且这边 没有太多的办法 EZ面临着 对方3C的压界 看一下 还想再炮过 逼退了W的三人 现在局势来到 非常关键的位置 太阳药班 配合上精准弹幕 给的AOE效果不错 但EZ没有办法一脸 赵青直接捅了上来 一枪 两枪 三环点出 噼噼噠 这个位置 鼻双人拉倒 两人瞬间倒下 三打五的团战 在进场 Z卡瞬间爆炸的伤害 应该是要带走 艾尔热了吗 还在输出 再点一枪 艾尔热把人给射开 但他没有点出三环 没有三环 没有被杀了 艾尔热操作起来了 开启了一个大招 再往前滚 艾尔热滚动了 还以为WNA 最后Z卡守住了这一波 来看一下这一波 但是一大团的小兵 确实有点限制 伊泽瑞尔的输出 镜子弹幕刷完以后 后面的Q完全打不到 完全打不到 一夜和雪 回一口 打却手出来 这个时候 要有个作战能力 非常非常强 B双人晕倒 血团就给戳死了 对的 哇 但是在进场 哇 但是艾尔热这一波 推 BiuBiu 然后射了两环 然后因为你把 2.3环 这伤害 滚上前 但是Z卡的处理 很到位 往后拉 如果你兵女 不在正面的话 W就没压力了 好像正面已经打起来了 第一时间捅上去 赵信开捅 正面战场 艾尔热只能选择下后撤退 痛完天灵 也下后交 两边的TP 瞬间都来到了正面战场 飞上这个位置 可能要先倒吗 布施三环 直接点掉了 皮皮高的 再点出 刀梅来了 刀梅像个战神 要顶在前面 Z卡只能顶出秒表 W可能要用 两个标筛 宣告他们 不只是少年 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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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位置也没有办法 放大招了 他没有任何的办法 就是阻挡 阻挡一下 拐大招了 被修了一下呀 但是不用带兵线了 因为中路的兵线 下路的兵线已经到了 下路的兵线就直接过来了 缠组 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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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逼精神 原地 大树 用柱子阻挡一下 不然你回城就行了 都很难回天 家里基地 被W剩下的三人推平 两个Bio 两个3比0 恭喜W1 挺进下一轮 同时他们也拿到了 保底 冒号在四哥的一个名额 是 看一下这局 这局其实相比于 前两局的这个 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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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波被翻 然后滚倒死来 打得更为的胶着 但是进入到后期 确实 Bio Bio的屡次开大未果 或者是在边线 被打掉闪现的局面 前提下 W1确实抓到了机会 其实你反过来说 就是W1是非常有意识的 去给Bio Bio施压 让Bio Bio没有办法 保有闪现 去打完美的团战 其实你可以看到 有一场是 格温那把 发挥得非常好的Bio Bio 一波冒际 给了失误 W1波翻牌 让一追二 好 这场的VP是给到了 Alk8-2-13 72.4的三团率 27.4的伤害占比 120多的转换率 这一场发挥非常亮眼 而且他基本没怎么失误 对 第二个死亡还是在这个 两个死亡都是在 极限操作的情况 一波是换掉了凯南的命以后 拿大龙推进一波 然后是高地那波极限操作 死了一波以外 其他情况下 Alk没有犯下任何失误 各位好欢迎来到 骑然 恭喜 现在W1 赢下了本场 Bio 5的胜利 我们请到的是 AD选手 Alk以及 双弹球手 Brize 来到 骑然 先跟各位打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 W1 AD Alk 我是 W1 双弹 Brize 欢迎两位 又等到了这句 恭喜 W1 其实 感觉你们两场 Bio 5 拿下了两个3比0 在这场好像 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说 比较有可能拉满的情况下 你们继续将胜利 冠以W1之名 所以很想问一下 两位在赛前的时候 选手们的一个心理准备 是什么样子的 就感觉什么都可能 会发生吧 就打不打满的话 然后这三局 也是打得比较焦凿 然后就我们最后 还是非常 可以赢下胜利 我也不知道 今天会发生什么 就平常心打 但是这个Bio 5 感觉你们的一个团队 执行力是展现的 淋漓尽致 先问一下第一局 因为对方在前期 通过一个反断 包括说加强了的一个 资源控制上面 可以说是把前期的主动权 都掌握在他们的手里 那你们在24分钟左右 蓝buff那一波 就是新的拉推到 对方的弧度那一波 是直接地扭转了局势 所以那波的一个 指挥情况什么样子的呢 问一下 呼吸一口 我就在下面看着他们 说突然能打 然后结果视角一看 就他们把那些人全杀了 那包括你们在第一局的时候 一个B站 还有以及脱装备 都非常非常关键 那在中路5v5的时候 卡丽斯塔那一波四杀 当时其实对方 是盯紧了你们新的拉 而且他们也是 当时看到那个金身的时候 你是不是已经觉得 说可以打了 当时他们可能觉得 我们新的拉闪现 还没有赚好吧 然后当时开启的时候 感觉那个位置就可以打 然后我们就结团了 那最近遇到第二局的时候 我觉得第二局 一定要先问一下 呼吸哥 就是你在BP最后一首 锁下了锐文 因为这个英雄 其实已经很久没有上赛场了 虽然看你单排里面也有玩 但是今天选出来的契机 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一直有想用这个英雄 去打那个青钢影 然后今天觉得 就是因为英雄被搬得差不多 觉得这个英雄选手还行 就选了 那你觉得今天自己的锐文 发挥的怎么样了 有点搞笑 给大家表演了一下 那个当小丑 但是后面 锐文还是发挥了 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但第二局好像跟第一局 稍微的有一点点相像嘛 也是一个翻盘局 尽管对面是 开局一个权限优势的 一个情况 但是好像WE的一个防守反击 做得非常出色 所以想问一下 奥克你们在第二局的 一个全局的一个思路 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当时我们一直就是 尽量B站发育吧 然后觉得我们阵容打团还可以 然后就一直发育 等打团就好了 你有注意到 好像对面的 阿菲罗斯在第二局 一开始就出了一个三速鞋嘛 你是觉得他想打出 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就是觉得可能 因为我们的辅助是巨模嘛 然后可能就是三速鞋 可以减 减那个减速 就减缓一点嘛 然后再加上 就移速快一点的话 也可以 躲炸弹人的技能 那在WE在第二局 通过两波在大龙团的 一个非常出色的执行之后呢 是将比赛 拖入到了决胜局 那同样也是 非常的巧啊 在大龙附近 二十多分钟左右 富西哥跟背上找到了一个 很巧妙的时间节点 去rush大龙 也不叫rush 就是去偷大龙 那波的一个时间节点 是谁偷的呢 就是我跟背上说 我 就是因为我是攻速特效力 我觉得我打龙速度很快 然后我们 本来就不准备去接那个小龙团 就想着尝试偷一下 然后就偷掉了 你是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吗 在后来到远古龙团的时候 你们拿下了远古龙团 打了一个二换三 后面就变成了你们两位 在下路跟对方的一个 斗智斗勇吧算是 然后后来是你们的一个个人秀了 在女刀锋双杀了之后 你们俩之间的一个交道是什么样子呢 因为对方一个一个复活了 就打着打着感觉能赢了 就觉得能赢能赢能赢 结果突然自己死了 那当时你是不是觉得说差一点点 就当时比较可惜吧 就是感觉什么都没有吧 然后就如果有一个的话 感觉都可以赢 感觉有个水赢的话 应该就成熟一波了 对 那在大家也发现嘛 就是这局的三局的女刀锋 是一个无神化流的 那顾晋哥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为什么吗 我会看阵容吧 就比如说中上两个AP 我会更喜欢就公诉特效流 会看情况来出 你大家也可以跟着顾晋哥 学习一下这些小技巧 那今天其实Alf也是解锁了 自己的LPL第一版胜嘛 其实也是登场蛮久了一个时间了 你现在听到这样一个成就的时候 心里什么感受呢 就没什么感受吧 然后希望之后能赢下更多的比赛吧 希望能有一个更好的 这样的一个竞技力 那现在赢下这个BO5之后 W也是有保底的一个冒泡赛的资格了 其实粉丝也是等待了很久 所以两位对于接下来的一个赛程 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先问一下图晋哥好了 就能拿到冒冒赛资格就很开心 第一次打就希望后面能好好打 然后能进世界赛 那Alk呢 我也差不多吧 就希望能进世界赛 希望这抹红色可以继续闪耀 在赛场的每一个过往 非常感谢两位 来到我们的赛号财房 谢谢 恭喜CNWE拿下了本场BO5的胜利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今天解说 2 1 pih 3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